活得是奋情怀 2018年3月6日中午 我再次走进嘻哈包腹铺交道口剧场 这次不是来听相声 而是来听剧场经理刘先生 给我讲一个相声团队的故事 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 我们就搬了个凳子 在柜台外移住 开始聊 这真的是不容易 聊天的过程中 刘先生几次重复这句话 2015年初 嘻哈包腹铺落户交道口 那一年 刘先生被他的表哥高小潘 拉来经营剧场 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这真的是不容易 刚来的时候 高小潘和跟着自己的死党演员们演出 最惨的时候 台下只有两个人 刘经理和演员一样 多半年没有领到工资 那您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我问他 他笑了笑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说起了高小潘 顶着贷款的压力干剧场 得为了一大票人的生存奋斗 那阵子 他就没有见小潘闲起来过 每天睡眠超过四小时的时候少 不是演出 排列 就是和各种各样的人谈合作 谈发展 坚持到今天 我们已经从最初的无主 变成了淡定 作为一个艺术团体 他已经可以稳定地持续运转了 压在刘经理舌头底下的词 是苦尽甘来 这正是我想要的一个励志故事 可是乃觉得有点别扭呢 刘经理嘴里的高小潘 和我知道的那个明星 好像不是一个人 2015年春晚 高小攀演了相声剧小棉袄 在上海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 终成了导师 排演了几个不错的小品 结了婚 出了书 下半年开始海外巡演 红的大红大紫的人 怎么也和那个事业刚起步 每天为工资挣扎拧巴的人不一样呀 对我的疑问 刘经理也不能说清楚 我不是高小潘 他这样解释 他开始给我讲述亲戚眼中的小潘 朋友和团队成员眼中的小潘 还是那句话 这真的是不容易 走的时候 他们送我一本书 高小潘的三十字数别耸 1985年出生的保定人高小潘 是个逃起来 能逃到人嫌狗不待见 优秀起来 也能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主 从小喜欢曲艺表演 考入北方曲艺学校 毕业后开始了北漂生涯 打死也别回保定 死也要死在北京 师父冯春领对他说 19岁他在北京集合曲艺同学成立向上剧团 在广民阁开始演出 19岁刚冒出牙来的领导力 当然要受到社会和同侪的考验 嘴上眉毛的年纪 失败似乎是主定的 但是这一次失败的人叫高小潘 我一定得回来 他对自己说 在他心里 一种叫做事业的责任感就此产生 从此再没有放下 2008年 他又一次集合哥们 在广民阁成立嘻哈包袱铺 开始剧团演出 除了坚定的领导力 事业的责任感 才华也开始显露 他说服大家 从内容到形式都搞创新 做相声剧 处击相声 一炮而红 成为当年火爆的温化现象 短时间内 这个民间的小团体得以迅速的壮大 开了四个新场子 招新人 盘心节目 这一来 有人不高兴了 在大家的心中 团队火了以后 接着就应该是我发财了 当没有得到这个结果之后 就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很快团队就分成了两拨人 一拨和小潘一起瞄准的是事业的发展 另一拨人向着钱出发了 市场的火爆带来的 是挤进这个市场的人越来越多 有限的空间其实限制了大家的发展 随之而来的就是退潮 听过这一关还不算完 2012年 因为向省中牵涉时事 被有关部门叫停 这一次真的要关门了 那个不服输的高小潘 又一次挺了过来 2015年 嘻哈包书铺再次融资付出 才有了这个小剧场的稳定发展 才有了明星光环之外地老板高小潘 这本叫做别耸的小书 讲了太多的话 一会儿是自己的经历 一会儿是向省的历史 夹杂着许多人士的感慨与沧桑 别怂了 是对自己的叮嘱 更是对事业的坚持与坚守 在絮絮叨叨的文字背后 我读到的是两个字 情怀 感谢刘经理接受一名小学教师的采访 感谢票务许女士为我提供资料 你们的爱就是这只像是团队前行的力量 也受我们的孩子要学习的榜样 文中若有不准确的地方 靖西元 这品中的主演也是黑芝麻胡同小学的学生 欢迎他有空的时候回家看看 离得不远